即將在十一月登場的金馬影展 有五部精彩國片要首映 曾經獲得最佳紀錄片的導演楊麗舟 他拍攝的金馬五十紀錄片 除了重要的電影人之外 更著重在電影跟民眾的情感 而獲選威尼斯影展非競賽單元的 台北工廠2 以及探討台灣新電影風潮的光陰的故事 台灣新電影等等 也都將在金馬影展首映 走過半世紀的金馬獎 今年邁入第五十一屆 曾獲最佳紀錄片導演的楊麗舟 受邀拍攝金馬五十紀錄片 那時此刻將在金馬影展首映 我們可以透過這部紀錄片 看到金馬獎的發展 但更重要你會看到 在金馬獎背後 臺灣社會的發展 臺灣獎背後 臺灣獎背後 我們給他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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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長小的電影 自己去哭了一天 你說他給了我們什麼 我覺得就是適應 你嚇到太陽 我曾經跟他同台過 他是一個夢 人如果沒有夢 是沒有辦法活下去的 今年影展將由五部精彩國片搶先首映 其中包括了由謝俊毅 卓力 侯濟然 三位導演聯合製作的台北工廠2 獲選威尼斯銀展非競賽單元 在當地舉行世界首映 這次終於與臺灣觀眾見面 紀錄片光陰的故事 臺灣新電影走訪各地訪談電影大師 侯孝賢視之愈合等等 看見臺灣新電影三十年來的影響 所謂新電影是什麼 其實形式 形式以前都玩過了 玩到 到現在那個影響的形式已經玩到 不能再玩了 最終還是內容 就那個時代的內容 另外今年開幕片是改編劇場大師李國修的 經典劇作 由年僅23歲的兒子李思源指導的 純愛電影《極光之愛》 傳說 看到北極光的時候 要對著偷偷大喊 Aurora 只要Aurora聽到了 她就會幫你試卷擁抱 她就會帶給你幸福 國修老師她擁有這麼多 這麼大系列的作品 讓大家認識她的最快方式 就是選擇對純愛的愛情故事 我只保留了百分之十 援助擁有的劇情 只留下了頁面上的百分之十 但是精神 我留下了百分之一百 你現在是用爸爸的身份 還是用老師的身份在問我 牛陳時到哪裡去 怎麼弄的 我們班老師 今年也將推出國片的 還有導演廖哲義的處女作《史夏暴力》 創作團隊平均年齡25歲 故事描寫校園暴力事件 這麼多不同領域的人集得起來 第一次拍第一部長片 所以其實跟以前拍很多短片為電影 是完全不一樣的 除了技術上的問題之外 比如說溝通上的問題 對外下發行 院線等等問題 其實都實在太難了 就碰到非常多的困難 今年金馬影展 除了有多部國片首映 還網羅國內外新銳導演的作品 令人期待 全有任務 神採訪